爱花画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星瑶 我是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插画家 我的插画作品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商品上面 像是卡片、家饰品、贴纸文具、绘本、书籍等等 除了商业作品之外 我最擅长也最热爱的 使用色牵笔来创作各种温暖的动物还有植物的插画 色牵笔是一种很方便的媒材 它不需要准备太多的工具 随手拿起来就可以画 色牵笔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它可以单独的使用 也可以搭配其他的媒材 它可以画出非常精细写实的主题 也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画出简单的速写和小图案 因此除了用色牵笔来创作正式的作品之外 我也喜欢用色牵笔来记录我生活的点滴 在我六年的教学经验当中 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学画画 但是不知道要从何开始 我平常要上班、上课、还要带小孩 我根本没有时间画画 我没有画画的天分 画画好难哦 如果这也是你的心声 那么我跟Yuda合作的第三套课程 色牵笔插画 水灰四季生活 就是为你所设计的 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我们会先从我要画什么这个问题开始 分享我是如何从生活当中 寻找创作的灵感和题材 提供学员们一些画画的主题idea 启发大家用画画来记录生活的乐趣 并且培养画画的习惯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画画的基本功阶段 我会教大家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工具 示范用色牵笔画画必备的一些基础技巧 然后透过色彩学的原理 教大家怎么样去挑选颜色和配色 在这个阶段呢 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借由观察 去画出具有说服力的显示物体 列好了色牵笔的基本功 也有了画画的主题 接下来的四个单元 我会针对园艺美食旅游 还有四季生活来示范一系列的小图案 学员们可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画 也可以将之前所学到的各种技巧 举一反三去创作你自己的作品 最后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去装饰 社会的英文字和问候语 让你将来可以应用在卡片插画 或是手杖的插画上面 希望这堂课可以帮助到喜欢画画的你 随所就能画出具有成就感的小插画 用色铅笔记录下四季生活的美好 期待跟你一起享受画画的乐趣 那我们在课程中见啰 谢谢大家